各位同學來看一下上面這一種基本函數的積分 為什麼是後面這個 我今天老師都會提過的 我的想法是說 我除了會背公式之外 我也要能夠推得出來 所以我去推一下 我們來推看看 首先我把原來的方程式 改寫成cos的導數 second跟cos的關係 知道了 cos的導數就是second 接著我把cos 試著做平方的運算 那怎麼做呢 我們就把 上下分子分母 上下個層上cos 好了 當我這樣調整的時候 我的分母會變成cos平方 而cos平方的話就是 1減掉sin平方 然後留下來的分子 它跟dx合併的時候 會有某種程度的好處喔 好這個好處是 它也會跟sin有關 這個像是它也會跟sin的運算 微小變化量運算有關 但是因為合併之後 就微分之後 你可以講微分 這合併之後形成它 但是微分之後 要能夠跟這個吻合的話 必須要補上1分之1 這樣的話才會跟原來這個吻合 所以我們的問題可以調整為 跟sin有關的積分 好 現在的分母 它是1減sin平方 1減sin平方 那就是 可以分解 因此分解一下 1加上sin 去乘上1減掉sin sin 好 這邊我要寫在這裡好了 1加sin 乘上1減sin分之 sin的微小變化量 就對sin2x減分 不過這樣的寫法 這個刮虎是不需要的 現在這樣的寫法 這個刮虎不用了 好 然後再把它 拆開成部分分式 有一部分跟1加sin有關 另外一部分跟1減sin有關 好 好 然後合併之後分子為1 好 合併之後分子為1的話 好 這應該填 二分之一 好 另外一個也填二分之一 好 這樣的話 好 合併之後才會是原來那個1 好 分子的1 好 應該這樣填沒錯 好 再把二分之一、二分之一提到外面來 好 留下來的話就是 有兩部分要有積分 有一部分是 1加sin要有積分 好 還有一部分是跟1減sin有關的積分 好 然後我想要把這個積分的對象 儘量調整為跟分母有關 因為分母的這個積分 現在幾乎就跟這個積分的對象有關 因為我想要用這個觀念 x分之一 積完分之後 會是nature of x 好 那不定積分要加上一個積分常數了 好 就這樣的概念 我要用一下 好 那是不是可以把sin的微小變化量 改寫一下變成 1加sin的微小變化量呢 可以吧 因為1的微小變化量是0 那sin的微小變化量就是這項 好 另外一項很類似喔 好 另外這項我也想要做一個類似的調整 好 希望變成1解掉sin的寫法 好 對1來說 作為小變化量是0 但是對sin來說 前面都有一個符號喔 好 前面都有一個符號 要抵消掉 好 那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寫法 又可以 就可以用這個概念 用這個基本的概念 好 就可以把它直接寫成 好 這邊的話是nature log的1加sin 好 另外一部分的話是減掉 Nature log的1-sin 好 不定基本的關係 加基本常數給它 好 然後兩個sin 就Nature log的運算 兩個Nature log的運算 合併成效 也就是 1加sin 除以1-sin 好 對了 然後在 這個 同時 分子分母 同時乘上 1加sin 現在這個 原來有1-sin 分子 1加sin 1加sin 當然我們做一個調整 把分子分母同時乘上 1加sin 好了 好 好 這個C在瓜虎的外面 這個大瓜虎外面要乘上1-4分之1 因為這個1-4分之1 現在合併之後 這個大瓜虎不用了 這個不用寫了 好 是這樣 這樣沒錯 再加上個基本常數C 好 然後再把 ROG裡面的 這些sine的運算 做一點整理 好 再做一點整理 現在可以把分母呢 寫成 因為分母的話 就1-3平方 1-3平方 就是cos平方 對啦 cos平方 沒錯 好 然後分子呢 分子的話是有兩個1加sin 相乘 然後我們再做一個想法的應用 就是平方的預算跟絕對值的預算可以對調的 所以我又可以把平方放在絕對值的外面 好 所以又可以把它寫成 4分之1的 National log裡面放 絕對值裡面有cos分之1加sin 好 然後那個平方放在絕對值的右上角 好 然後再把那個 2移到前面來 好 2移到前面來 前面就變成2分之1 好 好 然後裡面的相似呢 裡面的相似就有 1 跟cos相處 得到second 還有另外的相似的話 是sin除以cos的tang 好 這樣就可以證出我要的答案來 好 不得證 好 以上請同學參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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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